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悠 今天要介紹的這個遊戲 無論大家是看廣告 看到驗也好 還是在圖書館游秀 介紹一些經典名作也好 都一定會聽過 就是由金融授權的正版手遊 新笑我江湖M 因為這次我知道大家 無論對於故事方面也好 還是玩法方面也好 其實都會有一定的認知 所以我就不打算和大家慢慢沖下主線 而是直接去試試不同遊戲中的系統 好 我們首先就來玩笑失風雲 這個笑失風雲 其實就是分為雙人或單人進行 進入之後就會分為兩邊這樣 每人8個就會進行一個對抗 和亂鬥 和類似搶旗的玩法 主場方面 其實兩邊都會有些buff的道具 是不是 很緊張 哎呀 好了 他就可以有效增加個人積分 可以有些高低的名次 其實有點像平時打遊戲 到最後會有什麼KDA那些 而且你也會有一些掉落的睡玩道具 這樣 好像有點像是大亂鬥的性質 對 因為大家都看到這些亂鬥的 我現在的排名 我沒有機會上頭三 百多連擊 好可憐 好可憐 我想說差一點點就輸 真的差一點點就輸 其實對面也是不厲害的 我們剛剛大亂鬥完 我們現在來試試玩單對單 玩合格挑戰 合格挑戰是可以選擇一些人來 讓你去挑戰 簡單來說就是打架 但你看到他們現在比較低級 所以我應該是一兩下就打死了 你看到他們有挑戰推介的功力 而我明顯是遠超於他們 我們不要欺負小尼姑 恆三派小尼姑 我們打另外一個 我們打華山掌門 惡北群之女 我們也是打他 惡靈山 雖然他沒那麼厲害 其實如果要計算誰比較厲害 是尼姑比較厲害 不過我們還是打他 其實也有點朋友 是真的大家互相切磋 我們公平切磋一場 好 我的屯鼠小尼姑 幫我幫我 幫我 挖 慘 我打了他七下就死了 沒辦法 這個武力值差很遠 實在沒辦法 我相信去到這裡 大家一定會覺得 嘩大哥 你給我看 我知道 大家都不喜歡 偷這麼順利 所以現在 我就會試 另一個系統 因為合格挑戰 我覺得是望次擊的 始終單對單一次過 但這裡有一個活動 其實我是挺喜歡的 就是這個冥想試練 但這個冥想試練 其實是有點像一層層的打 好像 大家打Puzzle & Dragon 有什麼無限回廊 一層層挑戰 那敵人就會越來越厲害 像這樣 我現在第一關的時候 其實大家看到我是劈幾下 那些人就死了 那當然 基本上 基本上 頭十關其實也是 都死了 因為大家都會看到 其實他會有推薦功力 那你見到我現在的推薦功力 我四十幾萬 但他只有幾萬 那所以是 差很遠的 那現在呢 大家都見到 其實到了二十幾關 那些敵人 是開始不再一刀劈死的了 你都要開一下技 除了開完技 其實都不是馬上死的 是很頑強的 那所以現在呢 其實都 你感覺到是開始要 用心打 那隻倉鼠跟著我好可愛 我不捨得換走他 就算我有其他也好 神經病 大家 快 快上到五百連擊 五百連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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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機會上一千呢 如果想到一千都打不死 其實應該我也停了 咦 來到三十關了 咦 大家呢 開始見到 現在三十關 我武力值是不夠fight的 我對上一次呢 就卡二十 今次呢 三十 如果武力值不夠 可不可以 靠我這個神一般的操作 去補救呢 哇 但是我想說 我不是太陷動了 他那條血 不對啊 他那條血沒有扣過 那麽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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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惜啊 因為呢 其實我覺得呢 如果我這樣跟他磨下去 我是磨到的 但是 他那個時間呢 完了 因為呢 其實他每一關都是時限的 噢 時限內打他不死 沒有辦法啊 這個武力值不夠 真的 因為這隻遊戲裡面呢 我也有一個功能 我是超喜歡的 他可以玩貓喔 這裡 對啦 如果我給他一些小魚光呢 那他就會給我 那其實跟其他遊戲一樣 他真的太熟悉我們人類的老星 對啦 他又可以玩貓 嗯 這個玩什麼好呢 咦 不如我們試一下 他這個系統吧 那他呢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位置呢 是可以做 這個琴 還有做燒的 那因為呢 在這隻遊戲裡面呢 其實他真的很 古代 他不單是有給你玩主線 一些可能是古代人的 玩意 他也有的 那其中一件事呢 以前的人來來去都是琴棋書 那這裡呢 其實是有得玩陰遊戲的 類似這樣 那當然啦 你在去 演奏之前 你也要有工具 所以現在呢 我們首先呢 就來去 集合這個材料 去做 這個 琴和燒 等一下 不是在掘礦嗎 為何在草地上掘 有兩個男生在這裡吃花生 你們在這裡做什麼 我在這裡 辛辛苦苦 劈牲 你們在這裡吃花生 他們真的站著看 他們站著看 幹嘛 是不是想搭殺我 叫我生得漂亮 剛剛才說過音遊戲 大家一定很好奇 到底在遊戲裡面 為什麼突然有一個音遊戲呢 示範給大家看 先說明 我玩音遊戲不算很厲害 我們來玩這個琴燒大賽 oh shit okokok 沒事 沒事 有事有事 有事 跟不上 等一下 不行 這個要很專心玩 要很專心玩 23連擊 哇 好慘喔 他的評分呢 他那個評價呢 這麼一針見血 平平無期 好 現在玩了這麼久 看到我的影片 大家都知道 是時候用來抽一下東西 到底會抽到什麼呢 現在十抽呢 他必定會有一個超群 超群 大家可以當他是SSR 類似 嗯 綠帶有 嗯 OK 嘩 是6號子配音 咦 我不群 我剛剛跟他女兒打架 這個就是華山的 首領 對 華山幫主 對 岳北群 我剛剛就是跟他女兒 岳寧珊 打架 來吧 我現在有一種大為別人的女兒 那種心虛的感覺 嘩 為什麼是肥仔 嘩 為什麼是肥阿叔 阿托不翁 但其實他的數字應該不差 好 剛剛呢 我們就 30抽了這些盒客 抽了一隻 岳北群 我覺得岳北群應該是我抽到那些最好的了 現在來換一換個外型 我相信大家看了整天 都悶的了 其實他這裡的妝很漂亮 我不看數字 好像也不太影響 這些數字 哪個好呢 藍色那件多漂亮 欸不對 橙色這件 有鮮氣 橙色這件 我的樣子好可愛 我穿橙色這一件 有點像 感覺好像 偷穿 大人衣 那樣 嘩 我的座棋有個這麼帥 好帥喔 這個狐仙的樣子 嘩 你看看 多有氣派 這個真的很漂亮 真是 好 那這次的影片到這裡 好多謝大家看到這裡 這遊戲 這次超有心 也是找了香港和澳門的團隊 去為這遊戲配音 而且他還有超級龐大的配音文本 大家會看到 其實很多主聖騎城裡面 都是配音的 接下來還有一個大型的改版 50B 50的超大型競抽對決 登入還會送你這個冰火 冰火增天魔黑炮助騎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話 千萬不要錯過這隻 金融正版授權的手機遊戲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